你知道健美冠军清水健老师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吗 来自岛国的健美运动员43岁的清水健老师 如今已经健身25年之久 他已经进行过大大小小1万多次训练 今天咱们一起来看看健身经验丰富的他 是如何锻炼自己的腿部肌肉的 早上7点钟 健美冠军水健老师准时起床 起床后第一件事先喝一条葡萄糖补充一下糖源 然后是两勺骨汗香氨和一勺BCAA补充一下氨基酸防止肌肉流失 接下来是一堆不知名的小药丸 各种保健品水老师只管往嘴里灌 别太震惊兄弟们 毕竟在水老师的健美职业生涯中 已经有过一万多场的训练经验 肝脏和肾脏的代谢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吃完小药丸 水老师会进行40分钟的空腹营养来维持自己的体脂率 接下来是早饭时间 他每天早上都会吃一颗西兰花 一个西红柿 一盒纳豆 一个牛油果 一盒糙米 两勺橄榄油 一杯牛奶 一个香蕉 一勺蛋白粉 各种营养 就是在早上他吃的所有东西 OK 接下来咱们来看看水老师的腿部训练计划 简单这时候开始第一个动作 低杆的杠链深蹲 低杆深蹲锻炼腿部的同时 可以刺激你的下背部肌肉 和普通肩膀营养不一样 水老师深蹲只做四组 每组重量低增次数低减 第一组60公斤做28次 第二组80公斤做14次 100公斤做8次 120公斤做4次 这是他的独家训练技巧 来到第二个动作 直腿硬拉 主要锻炼整个大腿后侧肌肉 包括臀部以及下背部 你再次可以起到加攻速的作用 同样是重量低增次数低减 做4组 第三个动作 浮身图案局 主要锻炼骨二头肌 做7组每组14次 第四个动作 坐姿腿居伸 同样做7组每组14次 最后运动作训练小腿 做2组每组50次 OK 以上就是 健美冠军军水老师的腿部训练计划 练腿的好处有很多 不仅可以促稿 还可以加强下肢取悦循环 你懂的 重量不需要太大 但是一定要多练